阿洛哈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的貓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那今天的話原本是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最近新開的一個就是貓咪道場啊 但是他是在16號的時候就結束了 所以剛好今天是16號吹就 哈哈哈哈 我以為是16號的晚上才會結束 結果沒想到他是只有到16號 所以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就沒辦法介紹到 我們一個全新的道場啦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呃 貓咪尋寶劑喔 基本上我們傳奇尋寶劑的話 已經打到了我們的那個26樓了 那大家都說27樓才是真正的開始啦 我們就看一下到底27樓後面會長什麼樣子喔 那前面兩個等級的關卡的話 都挑戰了差不多兩次啦 因為 關卡的話算是還蠻難的喔 那最近已經看到我們LV27關的話 這裡面是我們的異星大部隊 所以這一次的話我們帶上的隊形 應該就是否這個異星部隊的 用這套隊伍應該是可以 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之後來說如果都沒有換掉我們的暫停部隊的話 應該都是還算蠻好打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順利打敗我們27樓 好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他是 呃 留了一隻小精靈給我們喔 那個就是我們水屬性的小精靈 但是這邊沒有任何暫停的角色喔 這稍微就會有點小尷尬 但是我們先不要打得這麼急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小機會喔 然後哇 居然是出了我們上一次就是這一次就是 呃 蠻近期的一隻新角色 這功夫貓喔 來看一下功夫貓的威力 嘿嘿呼呼 欸他的攻速好快喔 你看他根本就在亂打啊 欸超帥 還是因為我們開加速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的話我們先不要開加速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昨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超神級坦克也就是我們鋼鐵帽 因為他可以扛住很多下攻擊喔 所以這邊我們還是用鋼鐵帽來彈一下喔 嘿嘿嘿 這武功大師真的還蠻厲害的欸 說真的 他這邊的話好可愛喔 他的攻擊速度其實也還算是蠻快的 我覺得還算蠻ok的喔 先看一下那邊這樣扛喔 先這樣扛住 那後面沒有再出什麼可怕的敵人的話 應該是還蠻沒問題的 我們就先把那個就是錢先擂好喔 先擂好就好了 然後這一次的話 我們的超級貓貓是有那個布蘭卡 還有我們的水精靈蜜茲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增田幸村 應該也還算是夠打啦 因為這邊的話主要來說 還是需要一些就是比較遠攻距離角色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有一隻我們那個異星帝王嘛 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好 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呢 錢就稍微再存一下喔 感覺用我們這個鋼鐵貓貓真的是可以扛很久 而且這關卡一開始先出來就是我們這個異星的那個小敵人啦 就是一直出一直出而已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就是慢慢來就可以了 這次反而是給我兩隻的衝鋒角色欸 我們那個布蘭卡再加上增田幸村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開始疊我們的角色囉 開始來疊一下我們這個角色 那功夫貓這邊的話基本上他是只有360塊啦 所以其實還算是蠻便宜的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疊起來喔 疊起來就變成我們的功夫世家了 他拿的是三結棍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三結棍喔 很帥氣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繼續敵人 然後待會的話等那個敵人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出那個布蘭卡跟那個就是 蜜茲應該就可以先出啦 因為布蘭卡跟增田幸村他是打一個就是比較 擊退在反饋流的 所以我們就把他們出到比較後面這樣子喔 然後就繼續出一下我們功夫貓貓這些的 然後出出來之後呢我們先留前出他們 然後等他們都出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出前面這些小角色 然後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打贏這關喔 因為以往來說如果是有那個波特或那個什麼的話 應該是說還算好打啦 但是這一次既然是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啊 真情瞬瞬瞬瞬瞬瞬一波再來布蘭卡 呦這邊布蘭卡直接打到了我們臉哥 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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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一下 後面是不是有一隻會有波動啊 哪一隻會有波動 等一下 欸有一隻角色好像有波動傷害欸 忘記是哪一隻了 剛剛打起來好像有波動傷害 是異星臉哥嗎 啊不是異星的那個噴噴老師吧 這異星噴噴老師好像有機會會有那個就是波動傷害的樣子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蜜之曼應該還算是蠻ok 但是我們錢包超少的喔 這邊會有點小尷尬 就靠我們的那個就是 呃鋼鐵貓貓來擋一下喔 不愧是我們的超神坦克 這邊被打到的話基本上還會有機率那個欸 我們也會有機率送還速欸 就看一下了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沒有太多的就是超級遠攻距的角色 而且這邊那個異星帝王這邊不知道會不會被那個就是 他的攻擊會不會打到我們那個蜜之曼喔 好我們要先存錢了 第二波的那個 衝刺等 而衝刺的那個招式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真田新村跟那個布蘭卡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應該是可以準備出發了 哇這關感覺真的也是蠻麻煩的欸 好這邊啊看一下這邊先把一隻給打死喔 感覺我們帝王這邊都還沒有看到他攻擊啊 他如果一直都沒攻擊的話是一件好事情 好我們這邊的話就來一個那個 這個真田新村爬爬爬一波 哇喔這邊蜜之曼死掉了 真田新村坐一下 兩下 沒有他大概只能撐兩下然後布蘭卡 官方衝了 GOGO 好一下然後起身再打一下 還有機會 暫停了哈哈哈 哇不行欸 完了尷尬了 這邊有點小尷尬喔 這場的話我覺得那個 盾牌方面跟我們的那個就是 後排輸出後勤輸出方面稍微比較平弱一點點喔 對白這邊就只有小龍貓貓貓跟那個鋼鐵貓貓啦 這兩隻的話基本上要交際的話也不是說那麼的OK 但是鋼鐵貓貓真的可以扛很多喔 咪之曼再出來 咪之曼這邊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他至少能打一個那個 緩速效果啦 看一下能不能趕快把我們這個噴噴老師跟我們那個臉哥給打死 打死一隻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加油 喔 加油 不愧是27層大難怪 我看到這樣的話基本上我覺得還好欸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還好 但是目前來說看起來真的沒有還好了 因為畢竟他 他這次也是一個尋寶技嘛 尋寶技就會換眼貓貓就沒有這麼簡單 加油加油 趕快把這兩隻其中一隻打死應該就蠻OK的了 然後目前來說比較好的消息是臉哥都 不是那個後面帝王好像就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這是一個不錯的消息喔 好我們這邊要換一下鋼鐵貓貓出來了 哈哈拜託 先打死一隻那個噴噴老師或是鋼鐵貓貓就好了 然後我們的布蘭卡跟那個增田星撐就好了 準備出擊各位 好這邊的話呢打完然後增田星撐一波 然後下一隻再換那個我們的那個布蘭卡 可以了可以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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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蘭卡GOGO 好撞一下沒事再起來再撞第二下 然後再撞第三下沒問題 好可以nice 好這邊把他們打掉之後呢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小心一點點喔 讓我們那個繼續打一下這個就是異星的那個帝王 好那這關的話應該就可以開加速了 因為前面的威脅已經解決了喔 前面的話我覺得比較麻煩就是那個 異星的那個噴噴老師跟那個臉哥啦 尤其是那個噴噴老師前面好像還打出了幾次那個波動傷害 直接把我一些就是貓貓直接給清掉 那就是更麻煩一個單念喔 那這次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他還有給我兩隻 一隻是我們那個真情信尊跟布蘭卡 其實換的還算是ok 然後至少還有一隻水精靈蜜茲曼可以使用喔 就還行啊好險 那我們公布的這隻角色的話真的還蠻可愛的耶 大家有沒有使用過他了 我覺得他長得其實還蠻可愛的 用三節櫃 而且他攻擊的那個樣子真的是 有點快速喔 不知道他之後的話能不能就是變成比較好的一些角色 這邊的話我們正力的打敗我們27樓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28樓囉 28樓的話這邊的話呢大絹鳥是波動的 然後我們的五尾熊也是波動的 然後再來黑色大象跟黑色星跟我們那個波動犬圈 這關可能稍微又有點麻煩了 因為這關的話基本上都是波動的角色喔 那波動角色的話可能用這一套來打吧 對用這套 這套呢 欸不是不是這套 這套然後再加上那個我們那個零號機 然後機械帽那邊全部給他上去 因為這關的話一定是必須要有一些能夠扛波動的角色出現 不然會頗尷尬 所以我們要稍微的調配一下 我覺得就是 就全部帶啦 不然到時候被換掉真的很慘 尤其是你沒有 就給你到那個就是能夠抵擋波動角色的話 真的會蠻尷尬的 我覺得打那種波動關卡的話 而且觀光後面還有我們那個就是 黑色大象跟一些角色真的是 沒有那麼簡單啦 我們盡量把他們全部都換出來 還有誰可以扛波動 那個小燦雅好了 好很久沒讓小燦雅出來 好就這麼打了 來試試看28樓 欸真的是 越來越有壓力的你知道嗎 呵呵28樓就越來越有壓力 好這邊的話有機器貓還算是ok 但是 就喔有機器貓跟我們那個就是章魚狐貓 但這邊的話坦克稍微有點不足 但是我們有舉牌貓 所以是可以擋住那個 黑色敵人的傷害我覺得是可以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就是先 先先先先完蛋了 哈哈哈完蛋完蛋了各位 這好像不是一個好消息 這邊的話我們好像會直接被打爆喔 我想一下 這邊應該要叫一下舉牌的那個外收貓 外收貓先出來 然後後面繼續哇尷尬了 沒關係章魚狐貓先撐著 哎呀 哎呀 外收貓 發芥先撐著 哇完了 這邊的話只能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撐多一點傷害了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就章魚狐貓嘛 然後再看一下機械貓可不可以快點出來 我覺得這一次比較尷尬的是我們這邊的 呃小盾牌比較沒有你知道嗎 這樣就是一個不是不是很好的消息的 然後這個 拖動鳥鳥跟那個就是我們這個拖動犬圈 哈 我覺得這邊 光一隻章魚狐貓跟一隻那個 機械貓是不太夠的喔 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但是章魚狐貓盡量出 狗咬貓 在後面當了一個那個 遠攻劇貓貓的存在了耶 好像還不錯喔 加油加油 機械貓快要可以了 哇八戒八戒快擋不住了 但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以出下一隻的那個機械貓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順利的把那個打死了 OKOK喔還算還行還算還行 這一次的話我覺得至少比 剛那場還要看起來有機會喔 但是後面的話紅色五尾熊那些還沒有出來 所以要盡可能小心 喔我們這次還有戰船喔 我覺得戰船出來的話應該就 不好說了 我們這邊應該是蠻穩的 而且 章魚狐貓這些都還可以繼續出 只是機械貓的話一定要擋住比較多的一些那個角色喔 加油加油 反正這關的話就是看到有那種拖動角色 就盡量一定要選一些抵擋拖動角色的角色出來會比較好 然後歌咬貓 我不知道他這樣在後面的傷害會不會很高欸 我覺得好像還蠻猛的 那外貓貓的話這邊就是瘋狂的打一些 就是我們那個黑色點大的輸出喔 加油加油 反正只要抵擋住波動傷害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我們後面還有戰劍 戰劍的話應該是不會被我們黑色大象給打到才對喔 那至少可以打一個就是我們原攻劇 喔可以喔 這邊那個紅色尾熊掛了 所以應該可以開加速有沒有問題 猛呆奈啊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是努力的壓過去我們這個黑色大象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可以可以可以直接打死了 哇太好了 這關好險喔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碰到一些就是你不熟悉的貓貓 你就會有點害怕啦 像我就蠻害怕的 所以看到這樣配置的話我自己會蠻緊張的 不過這邊的話完全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這些可以打過 帥啦沒有問題喔 28樓跟27樓真的是沒有說那麼簡單欸 開始就是各關都有一點點壓力 不過這兩關的話我們是就是一次就打過了 所以應該還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應該是NOK的囉 接下來的話應該就是會努力的繼續狂攻一下我們這個就是 傳奇薰寶劑看一下這一次能不能再把他塔高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是順利打贏我們27樓跟28樓 那關卡發現的話已經有慢慢的在變比較難一點點囉 所以大家打這個關卡的話真的是要比較注意一點點 而且還是會隨便更換你的貓貓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囉 好那你們就打到哪一點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明天上下視頻中午時有點跟晚上 後面跟晚上七點晚上 我們參見你們有多影片 大家來看一下啦 那麼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draft 戶口 裡面